第四節向左謀的節目時間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關於 可能在23日會表決甚至通過 或者不通過政改方案的環節 剛才也講了很多關於 我們怎樣解讀喬洋的說話等等 很大程度上 如果你看回現在主流傳媒的報導 基本上都會以政府的意見 或者甚至找一些相關的人士評論的時候 都比較偏向一些官方的立場或看法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一些非主流傳媒 或者其實慢慢這些 我們叫做新媒體 他們看回這些事情的報導 或者甚至搞獨的時候 可能你都會發現到一件事就是 很大程度上你都會看到 其實現在特區政府的領導 和相當部分的市民大眾之間的互信 的基礎越來越薄弱之餘 甚至我們會看到最近特區政府 甚至我們如果有留意 再看回前幾集向左往 我們分析都會說到 其實中央不一定 好行政改方案一定通過 但是曾蔭權好行政改方案一定通過 因為這個正正影響到 跟著那幾年 真是政權的統治的那個認受性 又或者跟著來2012年的這個 特首選舉方面 究竟曾蔭權希望受益的一些候選人 無論你說是唐英年 或曾進華 他能否當選 這一波很大程度上 都是一個指標 如果你說這次政改方案通過 某程度上 就算政府失去了民心也好 但是起碼都會給中央有個印象 就覺得曾蔭權政府 不跟董建華政府一事無情 曾蔭權政府 起碼通過了這個政改方案 就不像董建華這樣 23條都過不了 所以這次很大程度上 對曾蔭權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終極的會考 即是說如果這次會考 一PK的話 就好像沒價會考生這樣 是不能回頭的 其實昨天也有很多人說話 我又看看李剛怎麼說 李剛據說 在這個香港商報引述 就這樣說 李剛在出席公開場合的時候說 就是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喬曉陽 就政改方案發表的言論 重申了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原則立場 有了各界凝聚共識 真是可言可點 真是說了個秘密出來 即是說 要共產黨出聲說 說中央怎麼想 然後大家向這個中央靠狼 這就是共產黨在大陸的做法 以什麼什麼同志為首 以什麼什麼同志為核心 李剛說的真是可言可點 他說原來喬曉陽說完之後 就會凝聚到香港的共識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共產黨說他們是跟 等於我問這個 劉剛華在2008年競選的時候 喂 那你有什麼看法 你對普選舉 哦 文堅是實事求是無實的 我們是跟著中央 你怎麼知道這個 中共不會倒台呢 中共倒台 你的意見在哪裡 大家很心疼 他就摸了嘴 現在又踢穿爆了 李剛就是這樣說的 問題就是 我現在要問 就是 李剛沒有說過 喬曉陽的立場給他聽的嗎 給普選聯和民主黨聽的嗎 沒有的嗎 沒有叫他凝聚的嗎 共識的嗎 是啦 做事嘛 他繼續說 中央推動香港 循序漸進邁向 民主的立場不變 普選行政黨及立法會的決心不變 他跟著怎樣 呼籲各政黨和立法會議員 僱全大局 以本港整體利益及民主發展為作 拿出誠意及勇氣 就政改方案作出負責任的決證 否則政改再被否決 將不離於香港 那即是說 現在喬曉陽出來了 明確了 就叫和他聊過天的 凡民主派收貨 就是這樣簡單 就是這樣簡單 喬曉陽出來 就回答這個凡民主派 如果這樣看 其實就是說 我跟你所謂談判 無論你說關門談判 或者公開談判 其實目的就不是跟你去討論 不是跟你去交換意見 其實只不過就是說 跟你說過了 你要支持 就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這個 民主黨和普選聯 民協這群人 和共產黨的來往 多久又多深 見過什麼人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就公開的場合來講 就是排隊進去中聯辦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在李剛未見民主黨和普選聯之前 是跟中聯辦的法律部見面的 大家記得了 應該欣賞 劉慧卿也有去 從法律部見面 就是要怎麼搭建一個框架 意思就是跟你說法律 那法律 你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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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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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理解誰人呢 沒講到 就是說他上面有 我認為不同 就是實言實恥的 我理解可能是理解姚國平 可能是了解其他人 我理解 現在人家講到最後 就是我認為 我認為才是最真的 是不是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 選舉的普及和平坦 這個是第一個前提 第二就是也要充費考慮 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特區 我們是沒有創制權 與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接應 就是說特首大債 行政主導 立法會大權旁落 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這當然是白話而已 但是有句話 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這個很奇怪 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那個前提是什麼呢 就是一定要扭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誰的界定 到底是怎麼做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現在越加了條件 以前就是 這個坤衡參與也是發明出來的 循序漸進就有寫的 按實際情況 這班這樣的容人 就自己會加進去的 其實基本有68條就寫得很簡單而已 就是按循序漸進的方式 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 以及按香港實際的情況去做 你看看它演變了五個前提出來 很簡單 即是說 如果資本家 有誰人可以說資本主義發展是怎樣的呢 那當然是資本家 因為資本家資本主義是統治階級 這個張曉明 全部都說過 就是說他們有錢人是創造了98 不知99的GDP 那你就加了偷換概念 你讀出來 在這個 喬曉陽那裡 我認為 他真的有沒有病啊 他有病啊 你一個父子 是否可以認為這麼多東西的嗎 這個認為絕不簡單 不是啦 認為什麼呢 誰認為 他認為呢 他理解誰人的東西是沒有的 共產黨逢是心虛的時候 就是不用主義的 逢是覺得不穩妥的呢 他就是理解的 覺得 一定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認為 是吧 所以今集《漢左網》 又學會怎樣 透過中共經常用的詞彙 理解它背後實際上的那種政治含義 這一節節目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見 請問你 我會不會說 我會說 你會不會說 我會不會說 你會不會說